8月31日,随着G55501次列车从福州南站开出,标志着宁波至广州高铁,福州至厦门张州段,正式进入运营试验阶段,福夏高铁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福夏高铁都有什么特别之处?本期影片小编就用三个罪为大家揭秘。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上午7时55分,福州南站21站抬测G55501次列车已然叙事待发,中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跨海高铁,福夏高铁即将迎来首趟运行试验。 运行试验是高铁开通运营前的最后一道重要环节,是对高铁列车揭发、设备状态等方面进行一次全面实战检测。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部安全科科长张璇介绍,福夏高铁全长277.42公里,北起福建省福州市,途经莆天市,泉州市,南至厦门市和张州市,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八十整列车缓缓驶出,一路南下,坐在座椅上,俯瞰窗外,一望无际的碧蓝,翻飞的海鸥,还有浪花托尾的船只,这一幅惬意舒适的海景图,是福夏高铁送给人们的惊喜画册。 列车正在跨越的是梅州湾跨海大桥,它是福夏高铁中最长的海域施工区段,建设者们在面临诸多世界性挑战,毫无借鉴经验的情况下,借助大国重器昆仑号仅用218天就完成了大桥的驾设任务。 列车长余燕对于此次职程福夏高铁试运行列车倍感自豪,他在惊叹壮丽海景的同时,也向大家介绍着高铁跨海背后的故事。 作为一项超级工程,福夏高铁集结了多座世界级跨海桥梁,承载着众多出行旅客坐上高铁去看海的美好期盼。 在这份期盼的背后,福夏高铁建设者们坚持一桥一侧,成功破解海风海水腐蚀,季节性台风影响,高速铁路桥梁变形等一系列难题。 试运行当天,侧峰仪上显示八级风速,列车风驰电掣跨越全周弯,8.96公里只用时98秒。 罗常伟介绍,在风力较大的情况下,实现列车高速运行,还需要解决碎石倒闸飞溅的问题。 闸在铁路中指铁轨周围的小石块,作为福夏高铁跨海桥梁的收尾之作,安海湾特大桥也是世界无闸轨轨道桥梁跨海的开山之作。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无闸轨道可避免倒闸飞溅,其平顺性、稳定性好,车辆通过无需减速,但这种轨道对施工工艺、沉降控制等要求极高。 安海湾特大桥自身跨海的属性,让无闸轨道上桥极具挑战。 经过反复模拟试验,大桥建设者和设计团队找到了适应跨海条件的钢混结和梁结构参数。 主粮采用有效气动措施,实现时速350公里,高铁列车跨海过桥不减速,山不可阻挡,海一样可以跨越。 8时41分,列车安全平稳到达试运行终点泉州南站,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接下来小编就继续带大家感受福夏高铁的三个最。 1. 最快速 新建福夏高铁是中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跨海铁路,建成通车后能够有效缓解既有杭深县福夏段的运输能力紧张的局面。 建成通车后,福州、厦门将实现一小时生活圈,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形成半小时交通圈。 厦门到北京的铁路最快旅行时间将由现在的11个多小时缩短至9小时左右。 全长9.5公里的安海湾特大桥是世界首座五闸轨道跨海大跨斜拉桥,通车后动车几分钟就可跨越大海。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在福夏高铁福清至全州区段开展了新技术部件,在更高运行速度条件下的性能验证试验。 6月28日,在梅州湾跨海大桥,该试验列车以单列时速453公里,相对交汇时速891公里运行。 6月29日,在海尾隧道,试验列车以单列时速420公里,相对交汇时速840公里运行,对新技术部件进行了有效的性能验证。 各项指标表现良好,标志着CR450动车组研制取得阶段性成果,为CR450科技创新工程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 2.最智慧。40米预制香凉,在架设过程中采用千吨级运架一体机昆仑号,是目前中国功能最全的高铁桥梁体运架设备。 不仅能满足24米、32米、40米不同跨度的高铁香凉施工作业,还可提升25%的驾量速度,填补了高铁建设领域的多项空白,实现了中国高铁建设技术水平的提升。 其中建成了梅州湾特大桥、泉州湾特大桥、莆田车站、全港十千伏配电所等91个具有代表意义的样板工程。 东南沿海铁路福建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参见单位开展了37个科研课题研究,目前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0项,实用新型专利191项,软件著作权15项,省部级科技奖励和QC成果33项。 福夏高铁以BIM加GIS技术为核心,综合用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专业工程技术融合。 利用数字化、仿真、建造等,实现对铁路、四电工程全生命周期的可视化、数字化、全生命管理、有效跟踪、控制关键进度节点、减少碰撞与反攻、提高建造质量、保证施工安全、优化施工进度、辅助施工现场的精细化管理,打造了数字化高铁神经系统,为智能高铁建造打下坚实基础。 智能建造方面,围绕铁路工程建设过程中,人、机、料、法、环等关键要素,以BIM技术深化应用为核心,通过综合运用自动感知、智能诊断、协同互动、主动学习和智能决策等手段,综合高效利用和整合资源。 实现福夏高铁,建设全方位、全专业、全天候的安全、质量、进度管控及高效智能的施工管理,积极探索设计施工运为全生命周期管理新思路。 智能装备方面,对运营线路及旅客站坊等关键重点结构开展自动化、智能化监测,分析预警和健康管理,实施保障线路状态良好,并在旅客站坊引入智能天窗、光照光纤系统等装备,提升客栈舒适度和节能减排,为旅客便捷、舒适、安全出行提供保障,助力高质量运营服务。 福夏高铁厦门北站换乘中心,污面智能光纤系统和突破光的直线传播限制,自动跟踪采集阳光,为旅客创造明亮、舒适、换乘环境的同时,实现节能降耗,全年可节约用电,约72万度。 福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受地理位置影响,是台风登陆的大户,对此福夏高铁峰与异物侵线监测数据和系统状态监测报警数据汇聚至 铁路数据服务平台,接入气象部门、铁路沿线大风、强降水等关键气象灾害观测预报预警数据,开展大风、强降水等关键气象灾害风险识别和精细化预警, 开展设备状态分析应用,为灾害监测系统和铁路基础设施运维提供支持,开展铁路沿线大风、强降水数据的跨专业运用,进一步提升铁路防灾、减灾能力。 三、最便捷,智能设备、智能车站、智能动车,福夏高铁正为旅客实现安全舒适便捷出行整装待发,福夏高铁综合运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北斗导航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实施掌握人、环境、设备、信息、全生产要素状态,构建客栈旅客服务与生产智能管控平台,建筑设备、管理系统、旅客运输安全检查等系统, 为旅客提供精准化、便捷化、舒适化的无障碍全过程智能出行服务。 据小编了解,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将在福夏高铁上飞驰,和普通复兴号动车组相比, 在维持定源不变的情况下,复兴号智能动车组的一等座座椅间距从1.1米增至1.16米, 二等座座椅的椅面加长了2厘米。 同时,复兴号智能动车组车厢实现WiFi网络全覆盖, 座位下的手机充电插口不仅数量明显增加,且在两孔插座之间增加了USB充电插口。 在简震降噪方面,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做到了,当列车通过隧道或交汇时, 能让旅客耳部的不适感更加难以察觉。 据悉,未来相关配套举措到位后,乘坐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出行的旅客, 还能通过座位显示屏上的红黄绿三色电子灯,判断座位的状态, 让补票升座更加公开透明。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广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